柔佛丹荣彼爱国席补选还没有正式开战 不过西蒙领袖却先后宣布 在丹荣彼爱选区拨款 引起了反对党领袖的强烈不满 多名反对党的领袖就炮轰西蒙政府 动用政府机制来收买选民 不过农业与农机工业部部长 拿督沙拉胡丁严厉驳斥会选的指控 他强调自己既然身为部长 就有权力宣布拨款 而他重申协助人民不需要因为补选而避嫌 政府有责任协助已故议员 拿督沫哈默法力兑现承诺 丹荣彼爱国席补选 在西蒙多位部长先后宣布拨款后 硝烟四起 反对党领袖不满政府 频频在丹荣彼爱宣布好消息 大动肝火 不过昨天才宣布将拨款300万令吉 提升丹荣彼爱渔船码头的 农业及农机工业部部长沙拉胡丁 一口否认会选指控 他强调西蒙只是在兑现 已故议员拿督沫哈默法力的要求 而作为部长 他的权限就是宣布发放拨款 并不需要因为补选避嫌 polisi-polisi kepada rakyat dan saya akan lakukan sepanjang masa saya tak tunggu waktu-waktu tertentu tugas kerajaan kita membuat keputusan membuat pengumuman deliver kepada rakyat itu tugas kita dan saya tidak takut dan tidak allergic dengan apa-apa pertuduhan kerana kita bekerja round the clock 沙拉胡丁也透露 相关拨款是首相署批准的特别拨款 拨款将在明年到手 他重申 维修残旧的码头是紧急事件 必须让人民知道 西蒙政府强调 发放拨款 绝对和丹荣彼爱博选 没有关系 不过国会反对党领袖 伊斯迈·沙比里就认为 政府企图用拨款干预选举 他认为西蒙既然已经执政 超过一年了 该发放的早都已经发放完了 不需要等到现在 伊斯迈·沙比里炮轰 西蒙政府出尔反尔 动用政府资源干预选举 至于国阵又有什么策略 应对不选 他强调国阵领袖将继续 如常工作贴近选民 此外 同声批评西蒙的 反对党领袖也包括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利·魏家祥 我倒是要问问他们一句话 还记得自己曾经讲过的话吗 当年你走在街头 要求的竞选们做些什么 那为什么今天呢 你所做的跟你当年 所要求的是背道而驰的呢 当时国阵给一些钱 你就已经开始了 哇 给了一万两万 你就说这个是叫买票 青年及体育部部长赛沙迪 农业及农机工业部部长沙拉虎丁 和乡村发展部部长丽娜哈伦 先后在丹荣比爱选区 宣布好消息 涉及的拨款已经超过七百万令吉 前首相拿斗斯里·纳吉 等多位在野党领袖 一致批评新门政府 是在派糖果收买民心 NTV7刘湘霖采访报道